ноч apro na 各位早安 現在我要重新錄一次 因為我剛剛錄的時候我發現 我一直在講然后大概講800遍 危險 所以我這次會努力的克制自己不要一直講然後 好這就是我的宿舍的門口 然後我現在住的是太子學社的單人房 我之前是住雙人房 不過我前陣子的時候從雙人房搬到單人房 所以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雙人房的部分今天就會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佈置我的單人房 然後我會覺得怎樣的擺設 會對我來說比較舒服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進門的右手邊的衣櫃 這個衣櫃其實蠻大的而且很高 打開來就是長這樣子 上面是層架 下面是可以掛衣服的地方 然後我自己還加了一個收納櫃 可以放衣服啊褲子之類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是一個內衣內褲的收納的盒子 上面我放的包包跟帽子 還有一些就是衛生紙 這裡面放的是各種各樣的什麼浴巾啊用不到的帽子 就是備品之類的 櫃門上面我還裝了這個可以掛東西的掛鉤 嗯是這樣講嗎 就是可以掛東西的掛鉤 然後我這裡非常喜歡就是這個感應燈 因為晚上的時候不會開這裡的玄關燈 那你要拿衣服的時候就很不方便嘛 所以說我就貼了一個感應燈 女人過來的時候他就會亮 然後你把門關上 你看他現在就是因為我離開那裡了 然後我這樣走過來他就會亮 很棒嗎 衣櫃就是這樣 接下來從衣櫃這個地方往房間走 就會看到我的鞋櫃還有一個玄關櫃 鞋櫃是原本宿舍賦的 他可以放非常非常多的鞋子 比較高的鞋子我會放在最上面這一層 然後下面是放一些其他的鞋子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拖鞋 對 下面是原屋主留給我的一些室內拖 但是他都沒有用到 所以就留下來給我 接下來往左邊走就會看到一個 也是他留給我的一個 這叫什麼 就是一個小櫃子 我就把它拿來當作是一個玄關櫃 上面放的是一個 Nespra手機 就是 真的很方便很棒 大家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這個是 是什麼 擴箱的嗎 對擴箱的 酒精一個假植物 還有一個玻璃盤可以放鑰匙 這個東西超好笑的 這個東西是最下面這個 它是一個戒指的盒子 但是被我拿來當作放10塊的收納盒 因為我們這裡洗衣服是投錢的 所以你每次要洗衣服之前 你就可以從這裡拿一個10塊錢 然後就可以去洗衣服 這個櫃子有三個 就是可以打開的門 第一個門我就放一些出門可能會用到的東西 比如說購物袋啊 口罩 這裡下面是有包裝的口罩 上面是沒有包裝的口罩 酒精 衛生紙 後面是那個 咖啡膠囊 然後 蜂蜜跟 氣泡水的 填充的一個 鋼瓶 就小鋼瓶 沒錯 我有一個氣泡水機 就是不用一直買氣泡水 第二層的部分 超亂的 對 就是這麼亂 因為放了很多 什麼鍋碗瓢盆之類的東西 第三個呢 就是放一些小零食泡麵什麼的 這個櫃子真的蠻實用的 而且放在這邊真的很合適 可以放一個小鏡子 為什麼這個牆壁就是大裂開呢 我真的是不懂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玄關櫃的左手邊就是 宿舍覆的一個小小的冰箱 上面我放了這個布 因為我非常的不喜歡 這個冰箱的顏色 所以我就放了一個冰箱的蓋布 上面是一個宜家的 可以放碗的東西的一個架子 然後冰箱裡面是什麼呢 冰箱裡面是很多的飲料 很多的飲料 酒 面膜 對 大概就是這樣 挺好的 沒錯 這個 玄關區 就大概是長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要講玄關區 對面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浴室 浴室門口放了一個腳踏點 然後把浴室門打開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浴室 但是什麼都有了 所以蠻棒的 洗手槽的地方放了就是大家都會放的東西 比如說影險鏡藥水啊 卸妝的刷具清潔液 菜瓜布 電動牙刷 沖牙肌 然後下面是 這個是洗手液跟洗碗筋 對 大概是長這樣 不過我還想把洗碗筋跟洗手乳換一樣的瓶子 所以之後可能會再買新的瓶子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看起來不是很好看 接下來往左邊轉就是可以看到馬桶跟一個我放的收納的架子 這個也是宜家的 因為我不想要把什麼 比如說衛生紙啊 衛生棉都放在這邊 所以就放了一個這個懸掛的架子 然後裡面就可以放一些 比如說濕巾啊 護墊啊 這種備品 都可以放在這邊 比較方便 然後上面是熱水器 然後掛了一個 可以刷一些 就比如說牆壁縫隙啊 洗手槽縫隙的東西 再來就是 淋浴區的部分 然後這個浴簾是需要自己買的 它不會付給你 所以你在入主的時候 你可以去他樓下買 或是你要自己買 我就是在宜家買這個 這就是白色的 非常簡單的浴簾 而且它叫99塊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接下來可以看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放各種沐浴用品的一個小的收納架 最上面放的東西是 比如說私密處清潔的 然後頭皮磨砂膏 身體磨砂膏 洗面乳 跟這叫什麼啊 切爾式的白泥 就是洗澡的時候可以用 就微暖乾 然後下面放了 這個就是基本的洗身體洗頭的東西 旁邊還掛了這個 這個是可以讓那個洗面乳氣泡的一個網 然後這是洗頭 洗身體的 下面是背皮 然後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蓮蓬通呢 就是因為我把原本宿舍附的 就是這一個 變蓬通 換成了這一個 因為我不喜歡原本的那個的水量 所以換這個它會 它有過濾的功能 而且可以 就是它的水比較細 我蠻喜歡的 對大概就是這樣 淋浴區的外面就是剛剛這個小馬桶嘛 然後我放了一個蠻可愛的 龜藻圖的 吸水的墊子 這樣走出來就不會讓整個地板都很濕 然後這是毛巾架 你看這個龜藻圖的墊子 跟外面這個毛毛墊子是不是 同一個系列的感覺 超可愛的 耶 我很喜歡 講完了浴室 我們就可以往房間的裡面走 然後這個setting其實我有改過 原本的書桌 其實是放在那邊的 因為那邊有很多的 插頭跟網路線都在那邊 然後床是床頭這樣子 這樣子移過來 然後所以床頭會擺在這個地方 那邊的那個櫃子會放在這邊 不過我覺得那樣其實會 壓縮到一點空間 而且我還有一個小沙發 所以我就把房間的setting 稍微改了一下 這個小沙發是之前屋主 就是他要搬離宿舍之後 我跟他買的一個家具 我覺得真的蠻讚的 旁邊這個是買的一個玻璃小桌 因為比如說你坐在這邊 比如說要吃飯或是幹嘛 你總是需要一個桌子嘛 然後這個桌子還是可以升降的 不過他有一個缺點就是他其實沒有很牢固 就是他會有點就是晃這樣 不過可以接手 而且他長得蠻漂亮的 接下來講這個沙發 這個沙發原本其實是藍色的 不過我喜歡就是偏米色或米白色這種類型 我就買了一個新的沙發的墊子 就可以把它改色 我之前是把這個沙發蓋布直接蓋在上面 因為這個沙發蓋布其實很大 不過你每次坐上去的時候 沙發蓋布就會滑下來 所以就根本上的解決問題 我就換了這種 就是他其實是一體式的 就他是長這樣 然後你可以把它塞到那個沙發的縫隙裡面 他這樣就會很密合 就很讚 接下來就是這兩個可愛的小抱枕 這個小抱枕真的很棒 愛不釋手非常的可愛 這個也是 對 沙發的區域大概是長這樣 好接下來可以繼續跟大家說我們的地板 因為你看原本他給的地板就是這種很傳統的一些 叫什麼磚頭 不是磚頭 就是地板 對 我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非常大的地毯放在這裡 然後那個沙發底下就有放什麼投影機體重機 跟瑜伽店 就是眼不見為盡 他們就不存在了 然後投影機就可以放在這個小桌子上 就是小桌子移到這邊 可以投在窗的這邊 因為這邊有一個超級巨大的白層 就可以看電視了 嗯哼 很快樂 耶 沙發的旁邊就是一個他原本附的櫃子 這個櫃子是原本就有的 然後東西是我自己擺的 上面就放了一些飾品什麼的 然後音響 下面就是我有 我有放了一個蓋布 因為我覺得蓋上去會讓整個 空間看起來更乾淨 言不見為盡嘛 你只要把東西散起來它就不見了 下面三個白色的盒子就是放一些 比如說 吹頭髮的 然後捲頭髮的各種各樣的雜物 充電線跟有一些東西也放在那邊 對 然後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白色的就是我這次買的 算是最滿意的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燈 它有配一個這樣子的遙控器 你看 它就可以on off 然後還可以調 比如說它可以變亮變暗 然後色溫變暖 色溫變冷 這超方便的 而且你就可以放在床的旁邊 這樣你睡覺的時候就不用起來關燈 很讚 這個櫃子的旁邊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窗戶 哇感覺要下雨了 天氣不是很好 然後窗戶下面就是我的床 跟一個床頭是桌子 床頭是桌子就放了一些 潇洒的東西 就是 這是一個鏡面的托盤 放了我的相機 跟剛剛那個燈的遙控器 跟一些指甲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放在這裡 接下來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讚的東西 是一個小米的延長線 它就可以直接接USB 然後跟其他的插頭 像我的 手錶就可以放在這裡充電 手機也可以接這裡的線 很棒 再過來就是床的部分 你看他們好可愛 嘿嘿他們躺在那裡 好 床的部分是長這樣 然後上面有一個冷氣 就是那種比較老式的冷氣 床下面我放了兩個 這個這個東西真的很棒 兩個算是床底的收納的盒子 因為很多東西放在床底下它就不見了嘛 就是它會消失在這個空間裡面 但是當你需要的時候你要爬進去拿 就有點麻煩 所以你就可以買這個 這是有一個拉手的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 而且你看它上面有 拉鍊 所以你東西放在裡面也不怕有灰塵這樣 上面就裡面就放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雜物 所以這個區域大概就是長這樣 沒錯 床的這邊呢 就放了一個跟我一起從我家搬過來的小推車 這個小推車真的真的很好用 大家不要再猶豫了 就去買它吧 上面就放了一些比如說衛生紙啊 還有我坐在書桌可能會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棉花棒啊護髮的跟防曬 下面一層是放眼鏡跟其他雜物就是蠟燭之類的 最下面又放了更多的雜物 這一袋就是小樣 然後化妝棉 後面是一些濕巾 欸旁邊放了藏在床底下的東西 怎麼會有燕麥片跟衛生棉呢 就是藏好它就是不存在了 對 過來這裡剛好有個空位 我就會放我平常會帶出門的 會帶去學校的包包 後面這個東西真的很棒 這個東西是一個小米的吸唇器 它可以接上這個桶 就是這個長長的桶 很棒唷 而且它長得很可愛 所以你就放在房間裡 就是完全不會影響 對你看 它哪裡都很合吧 我很喜歡白色的東西 很讚 這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謝謝他們 Yeah 接下來就要講到我的書桌 因為這裡書桌其實蠻大 但我很不喜歡桌面上有太多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宜家的一個櫃子 就把化妝品分成上下兩層 因為平面放會占掉很多空間嘛 所以你往上放就感覺還好 上面就放了鏡子 還有化妝品跟保養品 就是你看我有很多個 就是一層一層的 這樣就可以放更多東西 下面就是放一些 比如說口紅跟刷具跟眼影盤之類的 然後我的水壺 杯子 再過來就是我的電腦跟螢幕 因為我的電腦螢幕其實有一點點壞掉 但是其實不太適應要使用 不過我還是喜歡一個更大的螢幕 我就買了一個外接的 它就有點像是一種桌機的概念 然後這個就是鍵盤跟觸控板 這個台燈呢真的很棒 因為它下面這一塊是音響 所以你看我這裡連了一個線 就會直接連到我的電腦 我電腦放影片 我在這個螢幕看 那聲音就會從這個音響裡面跑出來 是不是很棒 而且我下面配放了一本書 因為這個外接螢幕有點矮 這本書是國際關係總論 不過沒關係 我已經沒有在看它了 然後我剛剛其實已經在剪影片 就是我已經在剪我的就是room tour 但是我發現我真的講太多太多次然後了 雖然我這次好像也講很多次 不過希望會好一點 這個是它原本配給我的桌 呃一字 但它就是很難做很 就是塑膠然後很硬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前 不是前後 後面跟下面都有點了一個一點 腳的地方也放了一個檯子 這樣就很舒服 沒錯這個就是我的書桌的部分 講完書桌就發現我的room tour應該就到此結束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房間長的樣子好了 一開始的玄關 然後左手邊是浴室 這裡是衣櫃 然後走進來就可以看到我的沙發區域 然後我的床跟那個燈 因為現在是傍晚了 所以我就把它打開 這裡就是我的書桌 欸我突然想到 因為書桌這邊其實是沒有插頭的 所以我的插頭在那邊 我就沿了一場 沿了一場是什麼 我就拉了一條4.5公尺的延長線充 床的後面這樣子 一路到後面 讓我的電腦們 不是電腦們 電腦跟台燈裡面有電衝 對 大概就是瑞亞 耶 這就是我的房間 謝謝大家 掰掰 來吧 坐下